富士康员工回家的路并不孤独 月30号的上午 第一财经的记者分别联系了富士康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富士康的一位行政办公人员向记者表示 自己在看到网上员工逃离的内容之后心里很难受 他说我现在在宿舍 我们厂闭环管理十几天了 点对点上班 目前当地政府已经向富士康派驻了驻厂工作组 党区有一位负责人则向记者表示 目前他们正在会同河南省的有关部门 开会研究相应的措施 另外10月30号也就是今天的上午 第一财经的记者再一次查询之后发现 包括河南省宇州市 常葛市 沁阳市 西华县 鲁山县以及许昌市的卫都区 平顶山市的战河区等在内的河南多地 都次第发布了至当地级的郑州富士康工作人员的一封信 一方面表示当前疫情形势严峻复杂 我们非常牵挂您的安全 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 有效阻断疫情传播 请您务必做好个人防护 另一方面表示 确须返乡者 需要提前报备 落实点对点服务和相应的隔离措施 此外 包括河南省 孟州市在内的一些区域 则派出了多辆大巴 赶往港区 高速路口 迎接当地集贯的 在郑州富士康上班的老乡们 有许许多多的网友 在给我们留言 在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 我们大家共同关注老乡们的回家之路 关注小乡说 了解更多信息